今天拿猴哥来看活了,你看这老年人把这车啊,都开出玩了啦,在加拿大老年人,这要离我家啊,这牛马开的,离我那45公里,看这妈车,老年人都给别人坐了,看,玩呢,他不是卖,就是玩,这老年人没什么事,看这车挺漂亮的,好几十年了,哎,好,哎哟,这固的,看,这是多好看的,雪佛兰,老师雪佛兰,看,是好看的, 在外国的没有车报废这一说,只要你开了正常保养,在大堂正常保养都可以,给他不会急,也不会抓你,那老年人都没什么事,现在是多伦多的下午的六点半,猴哥在看活呢,猴哥去没看成,但是猴哥心想出去玩一会吧,那车多好看,猴哥一会就正面再给你们录了,这是,这个车挺新的, 走开,这是什么车,猴哥是不应的,开的挺好的车,老车了,看,去富兰这是,都在这玩呢,老年在这坐吧,看, 你看这车牌,几十年了,这车,我看一下,这也是,那老师,你看这车里的,这是装备, 好看,可以大刀跑,漂亮,这是,这样货的,这些多好看,这样我看一下, 很好吃,好看,我们再看一样, 好看,好看。 好看, 好看。 好看,谢谢。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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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一,是小字,我认为的一符。 OK,Thank you, Bye 他在这玩的一帮银 展示,就是有这么一群爱好者 然后定期他们会自己在路上走一走 可能鸡子一起他会展现 但是你家的车没有过分你 可以在那种玩儿开是吗 对,他们其实基本上 他们都要重新翻修一些 保养一些,就是刷漆啊 可能就是二、三十年代的车 猴哥不懂啊,碰着个童谱 他什么都没有,跟猴哥说的 我就不懂了 这中国人一听说话 你领着这个你信任的 那我先生 你看他上里面习惯车 对 老年车 外国人车多少年车 我还那么习呢 对啊 他们就精致 都五六十年了 对对 有的可能是二十年代的车 二三十年代的车 他们老外喜欢这个 然后定期 他可能也是有一个什么组织吧 或者什么的 定期不是在这儿 就在别的地方 在哪儿 有时候规模大的时候好大 他就跟一个骑士似的 就是那种的 就专门那种车 猴哥不懂这样 我问个同胞 我这个姐姐也听 应该叫姐姐吧 啥都知道 跟猴哥借这件说说 你刚来不久吗 我也来十多年 但是我天天干活 我看树什么 今儿呢 路过着我看挺热的 我也是 当然路过了 我希望你一会去买点东西 买点东西也好 谢谢姐姐哦 没事 好